亲爱的朋友们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正在照耀世界 新的一年 也是中国农历虎年 我在北京 祝您虎年吉祥 虎虎生机 刚刚过去的2021年 中国共产党 迎来了百年华旦 从百年前的五十多人 到今天的九千多万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创造了改千换地的中国奇迹 进入新时代 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指挥下 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 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 绝对贫困问题 作为伟大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一年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精心打造了 赶叫日夜换星天 摆脱贫困 人民的小康 等一大批精品力作 为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留下了影像大传 向国际社会解读 中共百年长青的 内在基因 一个月前 在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 创建八十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 该总台发来贺信 鼓励我们 积极讲好 中国故事 传播好 中国声音 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 传播力 影响力的国际一流 新型主流媒体 我们将向着这个目标 继续努力 中国古代先贤说 艰难困苦 欲辱移成 百年变局 和四季疫情交织影响 今天的世界 很不太平 但我们追求和平 发展 幸福的脚步 从没有停歇 总台出品的 故事里的中国 典籍里的中国 中国地名大会等等 积乐着中国 深沉而厚实的历史 人民美好 而真实的生活 国家公园 艺术里的奥林匹克等等 描绘出新时代 美丽中国 健康中国的 动人景象 全球直播 中国空间站 太空授客 点亮了无数青少年 探寻 宇宙奥秘的梦想 十六头云南大象 北迁南回 大半年 总台CG10 央视频 央视新闻新媒体等 不简单跟踪 播发了 播发了长达 七千多小时的 视频直播 引发全球受众 观向热 以事实为依据 这是全球媒体人的 基本准则 这一年 我们坚持用真相 弘扬公平正义 面对虚假的 全球抗议排名 我们组织三轮 全球网民民意调查问卷 澄清真相 明辨是非 得到上亿海外网友的 呼应和认同 阿富汗局势报道中 总台发自现场的 独家视频 揭开了 各别国家 滥用武力 草菅人命的黑幕 成为全球媒体 重要的信源 我们将继续秉持 负责任媒体的 职业准则 为追求真相 披露真相 而努力 希望我们的西方同行 共同珍惜 媒体的声誉 让真相 取代政治失利 种族歧视 意识形态偏见 一起来推动 构建客观公正 积极健康的 国际渔人生态 治合者 不以上海为源 一年来 总台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我们以国际媒体同行 和友人互自信函 六百多封 面对面 和云会见 二十多次 我们共同打造 多元包容 平等互信的 媒体伙伴 合作机制 一场场坦诚热烈的 媒体交流 架起了一座座 信任的桥梁 一风风热情洋溢的 来电来寒 激励着我们 做得更好 感谢 您的信任 在这个一切 既有可能的时代 我们正以 大象 也要学会 跳街舞的风貌 拥抱 媒体变革 东京奥运会上 总台成功实现 全球首次4K超高清频道 奥运赛事的直播 全球首个4K超高清 奥林匹克频道 在总台开播三个多月来 已拥有超过四亿的受众 再过三十多天 在中国虎年新称之际 奥运圣火 将再次在北京点燃 通过5G加4K 8K加I的技术支持 在北京通往扎迦口 奔驰的高铁上 总台开设了直播车厢 这也是国际上 首次解决了 高铁列车 超高清视频彩播的 技术难题 我们欢迎各国同行 一起享用 共同为世界呈现一场 精彩 非凡 作业的北京冬奥会 虎啸青山 千里井 丰富绿柳万家村 新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 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中国未来薄画蓝图 我们将以精益求精 意识不苟 追求完美的工作精神 精心制作更多精品节目 向国际社会 多视角呈现 新时代中国的 无限生机 为推动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媒体的力量 再次祝福您 祝福世界 再次祝福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